那么运输合同呢 从形式上来讲啊 它也是涉及到三方主体 但只不过它的重要程度呢 比起融资租赁 比起代理 比起劳务派遣要远差很多啊 但是呢 在实践当中啊 通常情况下 这里的托运人和收获人呢 经常是一方主体 比如说啊 说王立学老师去云南旅游了 在旅游期间 我在景点买到一些特产 然后我就直接邮寄回北京的家中 过几天呢 我直接回到家中之后 我的这个标的物啊 也运输到家里了 所以我在云南 去进行运输的时候 我这个游快递的时候 我是托运人对吧 等到我回到北京 我收快递的时候 我就是收获人了 而这里的承运人 不就是运输公司吗 对不对 所以在运输法律关系当中 那么通常情况下 托运人和收获人呢 可能是同一个人 这也就是说 他运输合同主体的特殊性 这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 显著的特征 除此之外 运输合同是双务的 有偿的 标的行为 是运输啊 然后是诺承性的合同 这都很好理解了 我们就不再细讲了 那具体我们再来看一下 托运合同双方当事人的 具体来讲是三方当事人啊 三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啊 内容很多 其实很简单 大家不要背啊 中间就这么一段话 这个需要我们重点掌握的 其他都不要背 大家可以先看啊 先从托运人开始 他是发起整个运输这个事的一个主体 对吧 所以托运人他有什么义务啊 我既然去叫这个运输公司 或者快递师傅帮我运东西 对吧 我得支付运费才行 所以花钱支付运费 这是我托运人最主要的义务 除此之外 我要妥善包 妥善包装好这标的物 那我运的是什么 我要进行有效的告知 我运的是一些毒蚂蚁毒蜘蛛 还是我运的是一些当地的一些特产 一些吃的 对吧 我要做出一个告知 有效告知的义务 同时对于托运人来讲 他有在有条件下的拒绝支付运费的权利 那就是当承运人 他有违法违约情形的时候 那么托运人有拒绝支付运费的权利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任意变更解除权 还有没有印象 我们前面在讲到这个4031的时候 讲过加工承揽合同 里面的定做人 他有一个法定任意解除权 还记不记得 当时我们说这个任意指的就是随时 就是随时可以解除 权数当中一共有两处任意 一个呢是在这个加工承揽当中的定做人 有法定任意解除权 另外呢就在这儿 运输合同里的托运人的任意变更解除权 可以变更我也可以解除 所以两处任意 那么这儿呢几乎很少考到 主要考的就是加工承揽里面定做人的 法定任意解除权 好除了这两个任意之外 其他再出现任意的时候 你要小心几乎都是错的 好这就是对于托运人的 他的义务和他的权利 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承运人 他的权利和义务 先来看权利 他首先我给你干活 我给你运东西 我是不是得拿钱呢 求偿权 第二是特殊情形下的聚运权呢 可不是任何情形下我都想有聚运权 这是法定的权利 怎样的特殊情形下呢 刚才说过了托运人有支付运费的义务 有妥善包装的义务 有告知的义务 但如果你的义务没有履行的话 好那我在特殊情形下 那我承运人我就有聚运权 比如说包装不合格 好我就可以聚运 好除此之外还有个留置权呢 留置权前面也讲到过 对吧 在第一章第七节讲担保的时候 那么对于留置担保 他应用的适用范围主要是什么 加工承揽合同 运输合同和保管合同 所以在这里对于承运人 他拿这个标的物进行运输 如果托运人不支付费用的话 他可以行使留置权 好这是他的权利 那还有几点义务呢 义务我是搞运输的 我的最主要义务是什么 运送货物啊 然后我如果运到了的话 及时通知这个收获人来提取货物 除此之外按指示运输 你要让我进行空运的话 我不能为了省钱 我给你喊运 那么标的物毁损灭失的赔偿义务 就前提是拖运人的原因 导致标的物毁损灭失 但这里有一个特殊情形 就是因不可抗力 使标的物毁损灭失 他有一个不得要求支付运费的义务 什么叫做不得要求支付运费 在这儿啊 同样针对这句话 做进一步的解释 就下面这段文字 那就是货物 在运输过程中 因不可抗力灭失 未收取费用的 成员人不得要求支付费用 如果已经收取费用的 拖运人可以要求返还 原来我给你干了活 你还能把钱要回去呢 这是什么意思啊 有一个前提什么 是四个字不可抗力 大家想一想 我们就是把这个故事呢 映射到一个现实的一个场景当中 如果因为不可抗力 比如说这个疫情啊 或者是这个海啸呀等等 自然灾害等等啊 如果发生了不可抗力等 客观不能为的行为 导致这标的物毁损灭失了 那么现在 我们想一想啊 一共有几处财产损失 一共有几处财产损失 第一处是什么 这标的物本身毁损灭失了 第二个是什么 是运费的损失 是不是我花两处钱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 从一个正常常理的角度来讲 我这个标的物 如果值20块钱 正常老百姓的常理的角度来思维啊 我能不能花200块钱来运输它 可能性非常小对吧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都是这个物比运费来值钱 对不对 我最起码物可能是值2000 我花200块钱来进行这个运输 对吧 如果运输的费用都远高于物的话 那我没有必要再去这个进行长途运输了 所以一般情况下 标的物的金额要高于运费 比如说这标的物值2000块钱 那我运费呢 是值20块钱 对吧 比如说这个顺丰快递呀 拿快递一般几十块钱 那么我标的物值2000 一般情况下 物比运费要更值钱 好 如果因为不可抗力 导致发生货物的回损灭失的话 实际上造成的财产损失是这两样 一个是这个标的物本身 它的2000块钱 第二个呢 就是运费 你别管这运费谁出的 总之 我已经消耗了在路上的这个钱了 对吧 这个事已经做出去了 人一动 这个钱就在花 花钱如流水嘛 对吧 所以这两处损失 标的物的所有权人是谁呀 是托运人 所以这2000块钱 肯定是托运人自己来承担了 对吧 托运人自己来承担 那么剩下的20块钱呢 那么在这里 立法设计的角度 从一个公平的原则 是形式上的公平啊 尽可能的呢 去将这个财产损失啊 进行一个风险的分配 那就是标的物 作为托运人 他想要所有权的 那托运人来承担这个标的物 会损变时的风险 那这个运费的话呢 让谁来承担呢 就让承运人来承担吧 这是立法设计的一个 一个初衷 他做了一个风险分配的问题 所以 既然是让承运人来承担 这20块钱的话 那就意味着 如果托运人没有给他这20块钱 他不能要求托运人 来向我支付20块钱 我就不能再去要了 如果已经给我20块钱了 我要把这20块钱还给托运人 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啊 那么我们再过一遍 货物在运输过程中 应不可抗力灭 是未收取费用的 承运人不得要求支付费用 如果已经收取的 托运人可以要求返还 那有的学生说 老师啊 我觉得这里面所有钱 都应该是由托运人 他自己来承担 的确啊 从我们一些情理上的角度来讲 我们觉得这个事本身 就是吞人你发起的事 所以所有的损失 应当由你来承担 只不过立法设计呢 在这里做了一个风险分配而已 好 我们尽可能去了解一下 把这句话理解 那考试的时候经常考到 然后往下再来说收货人啊 说王立学老师在云南旅游完了 我现在回北京了 那么标的物也在路上 运输的差不多 快到北京了 我准备收货吧 我收获的权利和义务有什么呀 第一个看权利 承运人未按照约定的路线 或者通常路线运输 增加运输费用的 托运人或者收货人 可以拒绝支付增加部分的运输费用 为什么呀 为什么这里面会有托运人 收获收获人呢 因为有可能 对于托运人来讲 他是继父 也有可能是到父 到父的话呢 就意味着收货人 他来付款 对吧 如果都约定好了 我这海运 或者走普通的公路运输 铁路运输 你非要给我空运的话 那更贵对吧 所以我收获人 我就可以拒绝支付费用 往下再来 那我有什么义务啊 那么提货验收的义务 支付托运人未付 或者少付运费 以及其他费用的义务 所以了解就可以了 快递大家每天都发 这基本的权利义务 我们通常的一个理解 都能够掌握 最朴素的法律思维 都能够理解 重点就是把握在这里 不可抗力的这个问题 好 这就是关于运输合同当中 几方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那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一个多事连运 多事连运呢 在教材当中 就那么一小段文字 我们了解这个形式就可以了 所谓多事连运呢 可以有路 可以有海 可以有空 路的话 还可以像这种公路 也可以什么 铁路 所以多事连运呢 它有一个总的乘运人 类似于总包 也有一个各区段 各路段的一个经营人 比如空运 好 那空运负责人 它是分阶段的 我对空运的这一段呢 我来负责 那公路运呢 还有铁路运呢 那是各自啊 各自的区段的经营人来负责 好 这就是多事连运合同 这个细节内容 我们了解 下面呢 就是4037仓储合同 那么讲到仓储合同呢 大家经常会跟保管合同 相涉及到 那么很容易弄混 在这儿我来解释一下 其实大家可以把仓储合同 理解为是一种 升级的保管合同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先通过这个案例故事 来代入一下 那就是比如说 李莹老师啊 李莹老师家里有几只猫 那么他呢 如果说啊 某个周末出差 给大家去上课去了 说跟丽学姐约定了 说丽学姐 你去我家住两天 帮我照看照看我的猫 当两天铲屎官 这个时候 我是个什么 我阶段性的 这两天的时间 我帮他照看他家的猫 同时保管他家的 这个房子 对吧 房屋 相关的一些财产设备 对吧 这是一个民事意义上的 最基础的保管合同 但是仓储合同则不然 仓储合同可不能说 我住在谁谁家 去帮他照看他家的 这个东西设备 对吧 而是什么 仓储合同 必须要有一个仓库 这是一个商业意义上的 市场交易上规模化的 一个 这个保管形式 保管合同的一个升级版 所以他必须要有个仓库 来进行存储 是一种现代化的流水作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说王力雪啊 可以做大营老师家的 财产的保管人 但是呢 我不能作为仓储合同里的 仓储人员 为什么呀 因为仓储的主体啊 有资格要求 必须要具备法定的资格条件 进行登记注册 才能够成为仓储人 不能说随时的 我通过情谊行为 我就帮过你保管一下 照看一下东西 我就做保管人了 那不行 那是最基本的 民事意义上的 仓储合同的主体 必须是有一定的 法定资格的 既然是理解这个意思 所以仓储合同 必须是什么呀 是商业化的 而且就商业化 工业化的 这样规模化的 这个合同 所以仓储合同 它是诺程性的合同 签订书面形式 那么无需交付 交付只是合同的旅行阶段 同时呢 保管的对象是动产 因为它是个仓库啊 对吧 仓库本身是个不动产 你要在仓库里 保管标的物 这标的物只能是动产了 来去运输到仓库里面去 对吧 同时呢 是双务合同 是有偿合同 这就是仓储合同的 基本法律特征 以及它跟基本的 保管合同的区分 好 接着再往下看 那既然仓储合同 是保管合同的 升级版 是就商业化 工业化 规模化的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吧 那对于 仓储合同的 保管人来讲 他就有一个 专业的 验收的义务 我验收一下 你的标的物 同时呢 我要出具仓单 仓单提单 那么允许检查 以及提取样品的义务 通知的义务 以及催告 做出必要处置的义务 当你这个标的物 如果存在自身的一些磨损 或者其他的一些情形 自然的这种 那个消耗的话 那我有一个 催告 会做出必要处置的义务 如果因为我保管人 给你存货人 造成损害的话 那我要进行 财产损害的赔偿 而对于存货人来讲 我把东西 存到你那里 通过你的专业化的 规模化的保管 那么我最主要什么 我得花钱呢 对吧 同时要有一个 说明的义务 我存的是什么东西 有没有一些特殊的需求 然后呢 同时按时提取 仓储物的义务 这就是关于 仓储合同的基本权利 比较简单 重点呢 就是把握 仓储合同的法律特征 里面的诺承合同 对象是动产 双务合同和有偿合同 这一点特征 就可以了 那么下面呢 4038 委托合同 我们建造考试呢 从来都没有考过 委托合同这一部分 没有专门考察过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委托合同的核心原理 是来自于教材的第一章 第三节 代理法律制度当中的 委托代理 但是呢 又与其委托代理 有所区分 所以区分点在哪里 大家感兴趣 可以自己看看教材 我们就不在课堂当中 再浪费时间再来讲了 都是从来没有考过的 即便考察的话 考察的频次也是非常低的 好 那这是关于整个呀 40363738 这三个小的合同 运输 仓储和委托 大家简单了解即可 那么下面我们再做两道 关于运输合同的题目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运输合同中 承运人权利误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A选项 承运人将货物交付收获人之前 托运人不能要求 承运人变更到达地 是可以的 任意变更解除权吗 对不对 就包括我们平时 我们打这个滴滴打车 我们走一半了 发现我要换个地方 是不是还可以去变更 目的地变更路线呢 是可以的 错了 第二个 货物由不可抗 由于不可抗力灭失 但已经收取费用的 那怎么办呢 托运人可以从成员人这里要回来 托运人可以要求成员人返还 没问题 C 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货物回损灭失的 承运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损害赔偿责任这个不需要 但是呢 运费得由承运人自己来承担了 第四个 货运合同旅行中 承运人对所要运送的这个货物 享有聚运权 不能直接说聚运权 是什么 是特殊情形下的聚运权 特殊情形下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托运人 他没有承担 他应当承担的义务 那么承运人这活干不了了 特殊情形下 他才享有聚运权 所以下来说法中 正确的是B选项 大家千万不要 这个一不小心选成了D了 好 那这个题过了 我们再来看下一道题 某施工企业将采购的多种货物 提交承运 那其中包括有腐蚀性危险的物品 但是 该企业并未如实告知承运人 那就是说对于承运人来讲 他没有履行告知的义务 所以承运人 他可以承担什么 可以享有一个特殊情形下的聚运权 那在运输过程中被检查发现后 承运人被要求重新包装 因此支付了额外包装费用 并造成承运人的其他损失 关于该承运人权利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那这损失应当由谁来承担呢 应当由托运人来承担 A选项 承运人有求托运人如实申报 并妥善包装 没问题 第二个 托运人对危险物品隐瞒不报 成员人有权拒绝运输 这不就是对危险物品隐瞒不报 不就是特殊情形下吗 对吧 C 承运人有权要求托运人支付额外的包装费用 没问题 第四个 承运人有权要求托运人赔偿自己所受的其他损失 这都是必要的合理的损失 E 货物在运输过程中 因不可抗力蔑视未收取费用的 那承运人无权要求支付费用 如果已经收取的 那应当对于谁了 对于托运人来讲 可以找承运人来要求返还 所以这道题 第一选项 这个E选项不选之外 另外几个都是本题的正确答案 这是17年考过的一道多选题 然后19年考了个单选题 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知识内容 其实都是一道不可抗力之下 那么导致标的物毁损灭视的风险承担 运费到底由谁来承担的问题 运费由谁啊 由运输人 也就是承运人来承担 好的到此为止呢 4030啊 就是第四章第三节相关合同制度啊 这八大合同分择 我们就讲过了 最重要的也是历年来的必考的 那就是承揽合同和买卖合同 排第二顺位重要的是融资租赁合同 其次是租赁和借款合同 那么另外呢 为托仓储和运输 大家了解即可 好也所以也倒是到这一节结束呢 整个第四章我们也就讲完了 整个第四章无论是一二这三节 其实我们都遵循的是什么 有约定从约定 没有约定补约定 补不了约定看惯例 交易习惯也没有才看法定 所以在这我们一直都在遵循的原则 都是一死自治啊 等到第五章 五六七这三章又回到了建设工程的这个领域当中 环境保护 节约能源 文物保护 那么安全生产和质量管理都要看嘛 要先看有没有法定 要遵循国家 强制性标准 GB对吧 强制性标准没有 那就是推荐性国标 那GBT 然后呢 行业标准 地标 团标 起标等等 所以五六七的逻辑又不一样了 可不是约定在先 而是法定在先 约定在后了 就调过来这个逻辑了 好 那我们第四章就到此结束 下一节我们开始学习第五章 环保 节能 和文物保护